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民众关系密切的楼市 股市 惠市 金市 每一样都牵动人心 全民焦虑的时代是否还在延续 能否给民众带来一个惊喜 大家都在期盼这样一个结论 而且希望有一个好的结论 那么下面我就对这些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中国经济的基本轨迹 大家看看按照增长的前面那个图 大概就是每10年 9到10年一个周期 然后82年到90年一个周期 91年到99年一个周期 2000年到09年周期 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的周期 那本能增长放缓 是一个短周期现象 还是一个长期趋势下降的开始 这个是等会我们要讨论的 那么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率 处于长周期趋势性放缓 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 就前面开场白时我说过 从长周期来看 潜在增长率正处于各种红利因素减弱 以结构调整升级因素 引发增长放缓的开始阶段 从短周期来看 由于外需不振 投资放缓和政策摇摆 将拖累经济的增长 这是一个不利的一方面 从经济周期角度来说 我们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钱 是生产效率提高 而改革是驱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 所以从30年的情况来看 每一次效率提高 都是改革和开放相关的 那目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 已经放缓到9%左右 未来10年还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放缓的因素就是 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渐消失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红利空间在缩小 环境资源成本低的因素在逆转 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端成为一个侧轴 房地产泡沫对世界经济的挤压也逐步的体现 所以到2020年可能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到7%左右 所以总的一个看法是放缓是必然的 但是放缓不会是急剧的 很可能还是一个平稳的放缓 你看到2020年我们还有可能 就再过8年我们还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 大家看这张图是我们国家生产效率提高最快的三个时期 那现在正处在效率在降低的阶段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呼唤改革 因为每一次改革都带来效率的提高 第一次改革提高 第二次这个囊巡带来较低高 第三次加入WTO以后效率提高 那现在大家就呼唤了新的改革 希望能以改革来进一步提高效率 大家比较上这张图就知道 中国为什么过去能够增长得比较快 就是因为我们的效率在这个 大家看这个国家比较我们还是最高的 所以短期增长保持相当平稳的态势应当 还不会有太大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 我们的增长经济的形态已经变化了 有短缺向充分形转变 所以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再是供给 而是需求 经济的短周期波动 主要反映需求的自主增长的状态 和以立周期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 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程度 所以今年预计上经济将经历短周期的一个拐点 增长见底以后将会小幅度的反弹 全年增长率可能在8.5到9左右 基本理由就是 第一 政策性的推动和市场性的推动 双推动 再加上今年是一个政治周期拉开的重要一年 所以会给经济带来一个额外的给力 所以今年既不会是最坏 也不会是最好 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份 那么具体来说 投资 消费 双向驱动 今年的投资尽管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 但是国家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的政策 一定会对投资形成一定的支撑 国家启动消费的一些政策 也会对消费的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今年很可能 如果去年是投资还是第一动力 消费是第二动力 那么今年很可能投资与消费 大致平分天下的一个双向驱动 出口 尽管大家对世界经济的前景不看好 但中国今年的出口 一定还会保持一定的增长 等会儿我讲理由 第四 就是调控力度的放松调整 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方面会带来市场预期的一些改造 第一次就前面讲了 政治周期会对经济的影响推动 投资为什么 大家看尽管投资在减速 去年大概是24左右的增长 那么今年投资国家预期目标 可能大概是16到18 但前年最后我估计 保持20左右的投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 常规性的制造业投资可能会简历 但是非常规性的投资 比如水利 国防的投资可能会增历 第三 就区域性开发 就是国家这些人批了 20几个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开发区 然后另外就是7个战略性 产业 这会带来新的增长的这种发力 会引爆其他投资的增长 第四就是工业化 城市化趋势不改 会带动相关投资的扩大 第五就是政府已经表态了 改革要深化 非公共进行投资门槛要降低 会带来整个投资的增长 第六就是保障房建设 还有保持一定的规模 会冲销房地产调控的 简历的一些影响 所以投资 一党是推动 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 消费的升级和加速 也会带来拉力的增强 就是发展阶段的变化 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 层层型消费 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转变 消费结构会一些调整 城市化进程越过50% 那么这个社会逐步从能口 农村能口为主 向城市能口为主 现代社会 那么这种世界性的城市群 有望进一步的形成 消费需求会进一步的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受政策性的因素影响 汽车住房消费会减落 但是居民收入和结构性减税的 这样一个影响 基本的消费还会保持稳定增长 为什么说出口 还能够保持一点相对的增长 尽管我们目前受到双重的挤压 内部人民币升值 成本上升等压力 外部欧债危机需求减落等压力 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仍然还有相对的优势 四个方面有相对的优势 第一 中国的劳动成本总体上还是相对低点 中国目前的劳动成本 相当于八大国家的三分之一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 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80% 平均的80% 所以总体上我们的劳动成本还是相对低点 第二 产业体系的相对的完整 就是中国在世界范围之内 我们跟别的发展中国家比较 我们的产业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能够改变或者解决 那些其他发展的国家 它由于产业体系不够完整 带来的制造成本相对比较高的 一个不利的影响 第三 咱们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往上 高铁 高速公路等等这些 能源电力的发展 印象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 以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明显的缩小 到今年中国将就可能有将近十万公里的高速铁路 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 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变化 也就换句话说 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 中国不仅在沿海地区 可以形成制造业的优势 在瑞路地区也可以形成制造业的优势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重庆 大量的一些跨国公司到重庆去投资 就是因为尽管它是个商城 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 它在同样短的半径范围之内 有完善的产业体系 有相对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 所以它同样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第四是竞争这个政策的环境相对的有利 今天前面说了 政府已经表态要保持出口政策的相对稳定 要继续实施一定程度的优惠的措施 特别是今年人民币的升值将不会像去年那么快速 可能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一个升值 如果去年是升值5%左右 那么今年至多升值2%左右 所以这样总体上能够对企业带来一定的支撑 如果去年出口增长20%多一点 那么今年我想不要多 保持10%以上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这样总体上来说 中国的出口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增长的 特别是前面讲外部世界尽管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总体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 今年会比去年要略为提速 所以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还会维持一定的增长